我是建議啦 九man 就是作為一個過來人 一個前輩 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要自白 至少要認罪 好不好 必須要認罪 不能不認罪啊 不認罪的話 這個罪法可能會加倍 移送前有驗尿 但並未檢驗毛髮 這我不服 有這些東西 然後只驗尿 不驗髮 不是吧 我當時頭髮都沒有驗到 我被 抓去樂界了 啊九man不用驗髮 你們這些人 家裡有這麼多的東西 你告訴我你沒有再抽 哼 我不信 我真的不信 九man呢 經警方尋後依毒品罪移送 移送 移送前有驗尿 但並未檢驗毛髮 這我不服 有這些東西 然後只驗尿 不驗髮 不是吧 我當時 我當時是驗了髮 也驗了尿 我的毛髮 並沒有驗出 大麻成分 但是我還是被樂界耶 九man有這些東西 然後 他不用驗髮 連頭髮都不用驗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頭髮呢 的這個毒性啊 裡面的成分 會殘留3到6個月 我當時頭髮都沒有驗到 我被 抓去樂界了 啊九man不用驗髮 我認為啊 抓到都要驗髮 到底為什麼不驗髮 是我最不能夠理解的 那你告訴我 我問到為什麼我要驗髮 且我沒有驗出來 沒有驗到 該有的成分 我還是得樂界 檢察官就告訴我 因為你是公眾人物 然後我當天就抓去樂界了 我也樂界了 你們這些人 家裡有這麼多的東西 你告訴我你沒有在抽 哼 我不信 我真的不信 警方是有搜索票的 各位 我來提供一些知識 可能大家沒那麼了解 他們經歷的這一段 九man經歷的這一段 我也經歷過 那麼也就是說 檢警啊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 知道你持有或吸食或販賣 就是危害啊 這個違反了這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裡面的這個法令 所以呢 檢警本來就已經有了一些證據在手上 所以他們才會有搜索票 OK 那 我是建議啦 九man就是 作為一個過來人 一個前輩 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要自白 至少要認罪 好不好 必須要認罪 不能不認罪啊 不認罪的話 這個罪法可能會加倍 但是我想 於這件事情 能夠 收出這麼多的東西 我想 要不吸食 應該是蠻難的 我是過來人了啦 首先 這個在 這個真審的時候啊 有沒有自白 至關重要 我想啊 九man啊 他說是網路上購買的 且 他前面還說 他僅持有大麻 但否認 稀食與販售 那麼就很有可能 不符合 真審自白 他的這個 減薪條款 且呢 因為九面表達的是啊 是網路上購買的 那麼也就是說 九面呢 可能也不符合 公出上游 的這個 減薪條款 那麼很有可能呢 哈哈哈哈哈哈 完蛋啦 於這件事情上面 我只能就是 稍微啊 就是跟九面分享一下 在這個樂界所裡面的一些經驗 因為你說你沒吸 我是 打死我都不行了 所以接下來樂界啊 可預期 那麼接下來 至於這個剪掉 會不會 驗他的法 驗出來 有哦 抓他去樂界呢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畢竟我不是這個檢警嘛 是不是 但是我認為啊 既然 我都要驗法了 且沒驗出來 因為是公眾人物 那就得樂界 那九面 作為我們的這個 網紅大家長 這個台灣公眾人士 這麼知名 這麼的紅 這麼的知性 嗯 再怎麼樣也要驗個法 我覺得 對不對 那樂界是必須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堅決 現在啊 堅決反對一切的毒品 我也算是半個 這個反毒大使了 現在 我能夠希望啊 這個檢警 然後可以再請九面 來到這個 新北啊 的地檢署 稍微驗個法 應該這麼說 更好的方式 應該是九面去自首 欸我要驗法 我要驗法 如果驗出來沒有的話 那還可以過的咧 要是驗出來沒過 嗯 嗯 對吧 大家說輸不輸 輸不輸 不是 我們用腦子思考一下嘛 不是 我當時驗出來 是真的沒有驗出 驗出這個 那個大麻的成分 但是我還是樂界 我當時我有告訴過大家 我是驗頭髮 我驗尿 都沒有毒品的這個 陽性反應 我驗這個頭髮呢 有驗出 安非他命 0.002mg 的這個量 那麼也跟各位科普一下 吃感冒藥 也會有這個 微量的安非他命 哦 所以我是覺得啦 這個不樂界說不過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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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